濕起都地溫下 新北貢寮海域冷嗖嗖 不畏風寒 潛水夫穿起裝備 跳下冰冷海水 要採收新鮮鮑魚 翻開一塊塊磚塊 潛水夫努力在水下 要尋找鮑魚身影 現在正式鮑魚產季 就怕天氣再冷 會影響鮑魚收成 潛水夫上岸後 趕緊喝上一碗熱呼呼的湯 實在幸福 桌上滿滿的鮑魚 螢火扭動身軀 看起來相當新鮮 放在烤盤上 滋滋作響 美味更加分 即將迎來過年 鮑魚需求量大增 即使頂著陸東以來 首波寒流 業者也要把握鮑魚產季 克服寒風 下水採收 記者朱丁龍李廷熙 基隆採訪報導